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说是唐朝诗歌艺术的巅峰 李白存世诗文有一千多首 今天我为您介绍其中的一首小诗 静夜思 静夜思 唐 李白 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静夜思创作于公元726年 在农历9月15日的夜晚 当时的李白26岁 因为生病客居在扬州旅社中 在一个月明星夕的夜晚 诗人抬望天空一轮昊月 思乡之情油然而生 写下了这首传颂千古中外皆知的名诗 静夜思 明月向来是古诗常用的意象 思乡也是诗歌常见的题材 静夜思可能是其中最简单明了 也最有名的一首了 甚至可以说只要会说中文 就会背这首诗 因为每个字都很简单 意思又很明白 声韵也很是朗朗上口 我们仔细看啊 这首诗中有三个很明显的韵脚字 光 霜 香 除此之外 在诗中还藏着三个压昂韵的字 第一句的床 第二句 上 第三句 忘 也就是说 只有二十个字的诗歌当中啊 有六个字压昂的 大家知道 昂韵的张口度最大 给人以非常响亮高亢的声音效果 这样的效果再配合诗歌的情景 就形成了一种广阔的深远的思乡意境 除此之外 这首诗当中还有词语的重复 明月就出现了两字 这就加强了音律的前后呼应 回缓往复 我们从传播学的角度看 孩童背诵诗歌时 这种语词的重复 是最能帮助孩子记住诗词的方式 这也是这首诗一千多年来 妇如皆知的奥妙所在 这首诗除了音韵美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语言朴实浅白 诗歌没有运用任何典故 不用解释 绘读就能懂 可是浅白的语言当中啊 有凝炼的情思和意韵 画面感很强 大家可以想象 秋日的夜晚寂静无声 夜色寒凉 客居他乡的大诗人 辗转反侧 思乡的情绪 让一向洒脱不羁的李白 难以入眠 他看到床前一片皎洁的月光 于是伴着月色 他起身披上衣服 走出门外 只见那圆月挂在天空 亮如白昼 他仰望良久 不禁有感而发 那如霜的月光 就好似一双看不见的手 无声地拨动作者的心弦 举头仰望 低头沉思 抚养之间神迟万里 表达了世人对故乡无尽的思念 静夜思没有奇特新颖的想象 没有惊弓华美的词枣 只是用叙述的语气 写出远克思乡之情 然而他却意味深长 耐人思量 千百年来如此广泛地吸引着读者 全诗从仪到举头 从举头到低头 形象地揭示了诗人的内心活动 鲜明地勾勒出一幅生动形象的 月夜思乡图 抒发了作者在寂静的月夜 思念家乡的感受 我们再来感受一下 静夜思 唐 李白 床前明月光 一世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其实 静夜思流传有两种版本 一个版本是我们读的这个版本 出自唐诗三百首 是明代版本 也是流传比较广泛的版本 另一版本为宋代版本 在于宋鼠刻本 李太白文集 床前看月光 一世地上霜 举头望山月 低头思故乡 两种版本中有两个字的出入 明代版本虽然可能不完全是 李白的原作 但是流传度很高 并被收录于各版本的 中国当代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 我们可以看到 经过改动了的静夜思 比原版要更加朗朗上口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床前明月光版 比床前看月光版 在中国民间更受欢迎的原因 好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点赞关注 风雅集 再会